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個協欣的BankBank 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題目 頗長的 除了有A part B part B12 C part C1之外 後面還有一頁 看到嗎? 還有C2和C3 簡單點說 這條都頗長 要時間講 要有耐性 事不宜遲 看看題目先講 它就說在Figure 中 CQ 即是這條去線 就是個高來的 三角形ABC 即是這個 還有CQ 就怎樣? CUT YS 即是這條線 即是Add P這一點 還有擊破 先看看A part 是什麼 A part 它就叫你Find the Slope of AB 老實實 如果它叫你找這條線的Slope 送給你 因為你也有投尾2點AB 對不對? 好 事不宜遲 拿張單紙出來再講 由於時間關係 科技多才進 我先錄定Page 1 因為我預知不夠位 還有留定幅圖在這裡等你 A part 送給你的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它叫你找這個MAB Slope of AB 即是AB的斜率 根據公式 你有2點 有2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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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足夠資料 就是Y2-Y1 over X2-X1 所以其實你給我做 就是Y2-Y1 就是6-0 就是0 再over X2-X1 就是0 再減3 OK? 這個0也挺厲害的 寫好一點 所以其實換句話來說 這裡 你上面就是6-0 就是6 下面就 算了 我也跳少少步 0-3 就是-3 就是6 over-3 所以整個答案就是負多少呢? 負2 對不起 說到負2寫就寫負3 真是高級 OK? 這個就是A part 答案 下面還有少許位 不如我B1也在這裡做 等一下看看B2夠不夠位 上面也在這裡做 看看B part 應該也夠位 先看看B 它叫你Find the Slope of CQ 看看拿張單位出來 剛才忘記更新 A boy的Slope就是這個 所以我也指著它 寫出來 這個就叫MAB 就是負2來的 在A part做過的 這次我們要找的就是 CQ的Slope 就是這條 這條虛線的Slope 而事實上這裡有條角 我會怎樣借用呢? 因為現在這條綠色線AB 和這條CQ 我們想找的線 它的Slope 應該簡單說 這條線是互相垂直 Perpendicular to each other 由於我會這樣寫 就是這個CQ 是會Perpendicular 即是互相垂直 跟AB 所以其實真的發生什麼事呢? 根據我狼晶水裡面 我在LOOKS裡面也有說過 就是兩條直線 如果互相垂直 Perpendicular to each other 那就是發生什麼事 就是它們兩個的Slope 一個叫MCQ 還有另外一個叫MAB 它們兩個Slope 成為就應該是-1 這個公式 是嗎? 即是說 換言之 那個MCQ 我不知道是多少 我就是想找它 就是整個MA MA就是剛剛計過 在這裡就是-2 就會是-1 所以其實本句話來說 你都不難發現 剩下MCQ就會有多少呢? 那你把負同負弱了 成2調到變成2 所以其實這裡就是-1 超過2 OK? 那就是搞定它了 那當然我都更新資料 在圖圖裡 那麼MCQ 就是這個斜率 就是-1 就會是-1 就會是-1 OK? 那還有一些位置 B2我都可以在這裡做 看看B2問什麼 B2 B2 就是這個 它就叫你- Find the equation of CQ 就是找哪條線呢? 看看它 CQ就是這條虛線 它那個 equation的方程 老老實實 這個直線上面 看看我們有什麼資料 這個位置 有一點就是 C5 -50 OK? 還有一個斜 剛剛剛剛計算過的 1.1斜 有Point有Slope 還不是PointSlope Form 在我鹿屎狼精髓裡面的 第四頁Page4 有說過的 就是什麼? 就是開中名義 我即是來的 有點有斜 有Point有Slope 肯定是用PointSlope Form 所以開中名義就是 The equation 算什麼你就寫什麼 開中名義 就是 Of CQ Is 中文的同學 就是CQ的方程 為什麼呢? 根據公式 就是Y-Y1 Y1就是0 就會等於M M就是剛才說過 這個線的Slope就是2分1 再乘以就是X-X1 X1當然就是-5 所以其實在這裡 Y-0就是Y 不用寫那麼多東西 旁邊這裡 2分1 我照寫 就再乘以什麼呢? 沒有的 這裡就是負負得正 所以X加5 所以X加5 將個 隨意分1 隨意 over2 調過就變成2 所以就是2 Y 就會等於1成什麼 都不用這個1 剩下就是X加5 所以其實最後X留在這裡 將個加2 Y調到這邊 減2 將個加5 留在這裡 然後等好 再兩邊 調轉寫 最後右手邊 就等於0 整件事搞定 我還要更新的圖像 就是CQ 它就是X-2 Y 再加5 等於0 更新到圖上 為何你一邊做的時候 一邊看著圖 你會比較好做 對嗎? OK? 如果可以的話 我為何私拍5 在下面做 開張新的字 叫Page2 好嗎? 看一看C拍的英文是什麼 C1 就是這裡 先看第一部分 它叫你Find the coordinates of P 好 拿張新的單字出來 這個叫Page2 OK? 那圖圖我都照樣留在這裡 那C1 C1搞什麼呢? 它在這裡 它現在叫你找P點的座標 老老實實 就是叫你找什麼呢? 找紅色這一點 那這一點 那這一點 是不是完全不知道的座標 我都覺得 合理地知道 有兩個位置 XY XY有兩個位置 合理地知道 一個不知道 另外一個 沒有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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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X是0 但你移動上去 不知道移動了多少 總之是正 所以Y不知道是多少 我就叫P仔 所以其實我自己 紅色的一點P 我就會這樣叫 就是P點 就是0 然後小P 我目的就是 找個小P 而事實上 說真的 這一點紅色點 它在哪個位置 就是剛剛在CQ 而CQ剛剛剛剛計算過的 Equation就是這個 所以其實簡單說 你讓我去找它的時候 我會怎樣找呢? 就是Subsatives 先寫英文 這個紅色的點 叫做P 0 P仔 就放在哪裏 就into CQ 嘩 這個Q 很噁心 好了 中文的同學 現在告訴你 就是把紅色的點P 0 0p 就代入去CQ 如果我們這樣 這樣代入去的時候 真的會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X就代0 就是 再減2乘 Y 就是P 再加5 當然就會等於0 而事實上 剩下的就是 你給我 把0 又不用理它 減2P 掉過去 加2P 那就是5 就會等於2P 最後 把乘2 掉過去 隨意 等好後 兩邊倒轉寫 就是說P會等於多少? 就是5 超過2 OK? 所以 其實我們得出一個結論 其實紅色的點P點 我們都計到 就是0 那麼 P仔 就是5超過2 所以其實我也更新答案 在圖上 就是P點就是0 以及5超過2 就是這個 OK? 可以嗎? B Park C1都完成了 可以嗎?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就進去C2 C2因為較長 等一下都要用很多位 我開張新的單 就叫Page 3 OK? 看看C2問什麼 C2在這裡 它就說 suppose 那個AR 是其中一個 高 就是B OK? OK? 接著 之後 就是 B C的高 就是說 如果底是B C的話 高就是AR 它就叫你 找到AR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就是問你 究竟 P點 是否在AR 我問了你兩個問題 先處理第一個問題 好嗎? 不如簡單說 拿張單項子先說 所以你明白我為什麼要開張Page 3 是一個新的單項子在這裡做 因為C2擺明 剩下的位置 很慘手 又做不完整個部分 是嗎? 脫開一半 不如開張新的紙 一次過做完 好了 那圖都留在這裡給你了 首先它有提及過 這條題目有提及過 AR 是B C的高 所以其實就是選擇這個 B AR 最大的 R點從來沒有出現過 當然想你自己畫 所以其實我就會覺得 是這條線 把Bc的位置 這個位置就是90度 所以我畫下了這條虛線 看到嗎? 我就會叫這個 點做R 所以如果你不懂得判斷 那條R點在哪 你整件事不用玩 可以嗎? 所以現在來的 首先 就找個 AR的 equation 就是找這條虛線的 equation 其實覺不覺 好像跟剛才的 A部分 做法 就是B部分 做法差不多 剛剛我們不是找過 CQ的 equation 就是借用這個 加渡度角嗎? 我們等一下也會借用這個 加渡度角 那就是簡單說 我看看Bc 是吧? Bc有兩點 1點 Bc的條線有兩點 1點叫B 0.6 另外1點叫C -50 所以我在這裡 我首當其衝 我會計個Mbc 就會是根據公式 Y2-Y1 就是6-0 再over 就是 X2-X1 就是 0 再減 -5 對不對? 所以出來 你不難發現 這個就是6-5 由於我們看到什麼 沒有的 就是 Bc 就是這條線 和 AR 理論上是 互相垂直 perpendicular to each other 就是成交度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低的時候 這個是高的 所以我說 由於 Bc 是會 perpendicular to AR 所以 真的發生什麼事呢? 我會知道 就是 Mbc 成為Mbc 對 根據 定義 如果它兩個互相垂直 它兩個斜率成為 就會是-1 所以 換言之 我們剛才說過 就是 Mbc 是多少? 忘記記在圖上 Mbc 就是 這條線 我記在這裡 好嗎? 它那個 Mbc 的 slope 就是 6-5 對不對? 所以 其實 這個位置是6 over5 就 再乘個 Mbc 就會出 負1 所以 換句話 就是 Mbc 會等於 什麼呢? 沒有的 將除5 變成5 將乘6 所以 正式來說 就是 負5 你不難發現是它 OK? 所以 Mbc 我們有了 就是 這條線 它的斜率 就是 MAR 就會等於 負5 所以 換句話來說 今次 我們想計的 就是這條線 AR的 這個 怎麼計的呢? 沒有的 你看真點 這條虛線 有一點叫做 A30 而這條線 它有一個斜率 就是這個 就是負5 6 又點又斜 有Point or Slope 還不是Point Slope Form 所以根據Point Slope Form 我們這樣寫 就是 the equation 夠了 做它 就是 of 這個 AR is 中文的同學 就叫做 AR的方程 為 根據公式 就是 y-y1 y1就是0 就會等於 m 剛剛計算是 就是負5 over 6 OK 就再乘以 x 再減 x1 x1當然就是3 所以其實在這裏 整理 y-0就是y 不用理會 然後 負5 over6 我照射 就 再乘以 x-3 不用太多 括弧 將 除6 調去變成6 所以就是6y y等於 負5 就是x 再減 3 之後 我們兩個箭咀 拆了括弧 把括弧放進去 括弧 所以就是6y 就等於 負5x 負負得正 就是 5 3 15就是15 所以終極 調去做general form 一般式 所以就是ax 加by 簡單說 a位最好是正 所以我把-5x 調去變成5x 好了 將加6y留在這裡 將加15調去變成-15 最後等於0 那就是整件事已經解決了 我亦更新資料在圖上 所以這個就是5x再加6y 再減15 就等於0 OK 好 至於問了你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記不記得 如果不記得就看一看 揭回到橋題目 第一個問題就是 就是你 ab 的 equation ar 的 equation 然後第二個問題就是 問你究竟 p 點 是不是 al 所以我們就試試它 C2在這裡我繼續做 還有少許位 偷少許位 我現在p 點 就是紅色這一點 所以我現在就試 好嗎 我就會告訴別人 subsatives p 點 按錯了 不好意思 p 點 就是叫做0 還有就是5 over 2 好了 subs這個紅色點在哪裡 p 點 就是下去 ar 的 equation 那究竟 左方和右方是否一樣 如果是一樣的 就是怎樣 紅色點 p 點就在ar上面 否則就不是 所以 我中文的同學 就是把這個紅色的p點 p 0 5 over 2 就代入去ar OK 那我們看一下左方 就是左方 中文叫做OK 左方就是這部分 我代入去的時候 就是5乘 xx就是0 再加 就是6 再乘y y就是5 over 2 OK 再減15 所以在這裏 你不難發現 你按好機器之後 你自己按 你不難發現 這個是0 OK 至於right hand side 橫的也看到 也不用做 就是0 對吧 你可以告訴別人 就是怎樣 由於 左方和右方 都是0 那就是說 由於 左方和右方都是0 所以 那我就得出了一個結論 這個結論是甚麼呢 所以 我就會告訴別人 p點 對了 紅色這一點 p點 其實就是 Line on 那個 AR OK 整件事搞定 中文的同學 就是p點 就是 怎樣 就是 抄回那句話 p點 是 你 視在AR上的一點 明不明白我講甚麼 可以嗎 抄回那條題目就可以了 好了 最後 看看 C2 究竟問甚麼 C3 問甚麼 C3在這裏 對了 C3在這裏 他叫你證明一下 那三條的go of 這個三角形ABC 就 pass through the same point 對了 通過共同的一點 那一點 那我立即在想 不如拿一張新的單行紙 叫page4 順帶在這裏做 我手多多 不要介意 我把 三角形ABC 由於黃色 方便大家講解 和醒神一點 sharp一點 好了 他就說 那三條的go 即是三角形ABC 那三條的go 是哪三條呢 我會覺得第一條就是AR 第二條就是CQ 對嗎 而第三條還不是這個 為甚麼 因為其實 你會不會看到 這裏 YSS 這條 其實這個位置是90度角 所以我都按下它 這個 我用完筆按下 這個 就是一隻90度角 所以我都開了一種名義 告訴別人 我就說clearly 明顯地 我會回別人 BO CO 就是甚麼 根本上 就是 is a 其中一條的go 就是of 這個三角形ABC 就是黃色的三角形 這個三角形ABC 對 而事實上 如果你繼續做下去的時候 另外 我還會看到 什麼呢 此外 我先翻譯英文 就是P 那一點 0 5 超過2 這一點 紅色的點很特別 就是這兩條高 都會通過 紅色的一點 簡單一點 就是這兩條 去線 這兩條高的 intercepting point 就是紅色的 對嗎 而事實上第三條高 其實都會通過 紅色的一點 簡單說 它說是不是 pass through the same point 我覺得就是 通過P這一點 這一點就是 他們共同的點 通過那一點 對嗎 明白我說甚麼 所以 我會寫甚麼呢 就是P那點 紅色的點 亦都是 nice on B O 線 所以 hence 回到別人 剛才我用把口都說過 給你聽 那三條的高 就off這個三角形 ABC 即是說 這個黃色三明 那三條的高 其實是 會怎樣的呢 就是 回到別人 就是 pass through the same point 而那個共同的點 是哪個呢 大方一點告訴大家 就是 紅色的點 P0 5 over 2 行不行 OK 整件事搞定 好了 那就 查查看看大家 今天有沒有甚麼特別問題 OK 好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 今天到這裡 OK 好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 下次有緣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